有请香港建造商会健康与安全小组 副主席何志伟博士上台 与我们分享临时工程及临时结构的良好作业模式 有请何博士 首先很感谢政安局劳工署 可以与我分享的场合 也有幸代表香港建造商会 与大家与临时工程方面的良好作业分享 我本身都在想一下 究竟分享什么呢 因为我也是做成建商的 其实有一个工序 表面看来就好像很简单 但其实做得好一点都不容易 过往我相信在座的同业 都有很多经验 包括可能有一些 在一个搭红架 搭红架工序的过程之中 可能有一些人体下落的受伤情况发生 或者做一些防堡措施不足等等 是受到执法部门的检控 所以我们公司早前都真的有个决心 希望将搭红架的工序 可以做到一个标准化的安全工作系统出来 而也责令我公司的地盘 是要执行去做好 同时希望可以 其实在我自己心目中 这个工序由我初初入行 到今时今日 要做得好一点都不容易 可能大家都比我更加清楚 借着这个机会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都有四部分 讲讲我们搭红架 这个临时支架 或者一个安全工作系统的目的 目的很简单 不外乎都是这三点 就是防止我们的临时支架或者红架 搭配后在一个使用过程之中倒塌 另外也是透过做好安全工作系统 去做一个把关工作 从而确保在临时支架的搭建 符合到一个规格和设计服从的要求 第三点也很重要 因为作为承建商 其实是要尽我们的一切努力 以及方法 是要做好 确保在这个搭建过程之中 是为一些承受训练的人 去提供一个连续性的防堡保护 这个我们是希望可以在我们的制度里面 去尽我们的能力去做好的 那说到有些什么人会是可以 绝承到我们这个红架的安全工作系统 可以有效去执行呢 那我就列了一群人出来 那当然有一些人员 他的职责就是一个直接参与的 包括一个合资格的工程师 临时支架的统筹员 陈秀训练的人 就是一个金属棚架工 分判商的负责人 另外一些合资格的一个建造 拆射的督导员 一个临时支架的一个 Tamwork coordinator 合资格的人 金属棚架 这六个人 或者一个人士 其实是对于我们的工作系统 有效执行是带来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当然地盘的管理 包括地盘经理 工程经理 安全主任 地盘总管 这些地盘的管理人员 也都是要确保 这六个人是他的职责 可以在工地里执行出来 这里其实刚才第一部分 张Sir都说了很多 我都跟大家继续重温一下 第一个是专业工程师 在我们公司就要是一个书面委任 那个资格 我想很简单地说一说 他也是香港工程师学会的一个法定会员 那个界别是一个结构 或者是土豪工程的界别的一个工程师 他是有一个足够的训练和经验 以及能够按认可的一些工程的原理 去判断他设计的棚架如何 以及如何他可以做到 安全地去承受一个所在的负荷 他的职责 我想刚才张Sir都说了 因为我这个中文版 我都跟大家去讲一次 他最主要是负责一个设计 一个临时支架 包括一些图纸、规格 列明一些扣架的布置 一个建造的细节的详情 一些建架的方法 建架工序材料 承托临时支架所受的各种的载重 安全进着后 技术水平标准 还有他要熟悉明了 要跟地盘沟通好 知道地盘的实际情况 另外在工程的进行期间 如果收到地盘反映的情况有变 可能工序上是有变 或者是地盘环境的改变 以及有关建造、用 拆射临时支架的工序 或者方法的问题 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他应该要按地盘大盘的要求 去发出一个修订的图纸 或者区间文件 去应付当时的一些情况的变化 另外他是负责制定 和向地盘提交临时支架 一个初步的施工的方案 这个方案也要考虑工友 在搭建支架时的安全稳密 一些设计方面的计算 一些报告或者文件 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人员 就是一个临时支架统筹员 在我们公司 亦需要一个正式的书面委任 以及我们公司要求 这个临时支架统筹员 是必须要由我们公司的员工担任的 他的资格 我们公司界定都是一个 TCP、T4级别的人士 以及他最少有两年的相关经验 他的职责都是负责对一个 一个专业工程师提交的 临时支架设计的图质 计算和初步施工方案进行核对 或者提供一些改善建议 确定有关的设计可行 合理可行 以及能够用在地盘的施工环境 就是要确保计计的设计的概念 是要在地盘那里真的可以建筑到的 就是要考虑到建设性的问题 另外 去检查建成的临时支架 去确实它是符合图纸 以及有关的契格 即是要check compliance 现场和图是否真的对 以及文件 去确定这个临时支架 是否要稳固地去搭建 适宜作预定的一个设计用途 另外如果是在工程期间 如果是发现到地盘的情况有些变化 或者是有些有关建造 使用 刷射临时支架工序和方法的问题 它也是需要去与专业工程师 因为这个专业工程师 有些情况会是我们自己公司的人 有些情况会是外间的人 但是怎么也好 它也是需要去与专业工程师 和地盘管理层去回报 和协调去处理好这些现场环境有关 或者设计方面的变化 另外在摆放物料 在临时支架之前 这个临时的支架统筹员 也都要去检查好确定好 已经完成相关的安全措施 也都去double check 了 现场所搭出来的支架 是和设计的设计是吻合的 它就透过去签发 我们公司的一个工作台 或者临时支架的负载许可证 就是permit to load 这个搭红架或者是一个红架工作台 或者是一个红架平台 那个搭建部分是完成的 另外说到合资格建造 或者拆卸督导员 臨时支架 我们公司的要求也是需要书面委任的 在我们公司的要求 这个人也必须是我们公司的员工担任的 这个人的资格也是一个TCP T1级别的人员 我想大家可以估算到 他也是一个现场的管工级别的人员 而他也是对金属棚架的工作 他读过一个全日制正式的训练 或者其他类似金属棚架的训练课程 讲这些课程 稍后也可以举一些例子 另外他具备足够的技术 知识和管理技巧 他也是能够去读理解一些图义规格 以及一些搭拆临时支架的一些工序和方法 这些都是基本的 他的职责 他是一个现场的分区的监管人员 他是要负责去监管临时支架的建造 或者是拆细工作 确保他是依据施工的方案 安全施工程序和安全守则 严格去执行各个安全的措施 也都是要查询那些临时支架 包括一些构件 刚才之前那几位讲者都说到 那些交叉、红架、锁、树 是否真的没有难度 是一个良好的使用状态 确保通缸物料的质量是完好 而且他也是需要按我们公司的要求 去出席一个施工前的安全交底会议 这个稍后会多讲一些 而且每天开工前都要在现场 跟一班分判商的合资格人士 和那班搭棚的工友 去做施工前的安全培训 有需要的也是需要去出席一个 专项的安全培训 另外就讲到合资格的人 金属棚架 这个在我们公司 我想和很多其他建筑公司一样 都是书面委任 资格也是出自于劳工署 那本金属棚架的工作安全守则里面 资格也讲一讲 它是完成建造业会 即今时今日的香港建造学院 因为这本工作安全的守则是2013年的 现在已经十年后了 所以在字眼上和课程上都调了 它是一个金属棚架工作全日制的正式训练 那这个是什么训练呢 我举个例子 譬如在香港建造学院有个50个小时的 一个金属棚架工的一个技术提升的培训课程 这个是其中一个比较正规的课程 或者它有其他类似金属棚架训练的课程 而且具备有4年或以上的金属棚架工作经验 这个经验包含它在训练期间得到的经验 这一般在地盘的做法 就要透过搭架分判商的负责人去核实他们的资格和经验 要书面核实 另外它是完成建造业议会 即是现在的HKIC 香港建造学院的维持有一个土木结构工程 或者其他有关界别的高级证书 或者更加高学历的人士所举办的一个金属棚架训练课程或者计划 这一般来说其中一个可能大家也有听过 就是现在香港建造学院 就有一个三天的 就是一个叫做金属棚架的一个安装及拆射的一个督道训练证书课程 这个在我们公司来说就是一个最正规的课程 或者也是有其他类似金属棚架的训练课程或者计划 而具备有一年以上的一个金属棚架工作经验 但是我看回刚才我讲的课程的资料 其实报读我刚才所讲的HKIC的金属棚架安装及拆射的督道训练证书课程 就是需要报读人士有至少两年相关工作经验 当然如果在地盆安全部 其实如果我在地盆安全部 我看到一个合资格人士他只有一年经验 那你自己去决定是否收货 应该这样说 另外或者他是在一个建造业议会训练学院 围面对于核资格人士书面委任 所以都是和大家做一个温故资讯 他们的职责都是理解临时指甲 的一个方案设计图规格施工方案 在现场监督整个搭架的过程 确保是要跟文件 就是施工方案 安全施工程序 安全守则要是一致的 严格执行各项的安全措施 直至到搭建完成 这个都是基本的 而这个合资格的人 也都不可以直接参与 去搭建盘架工作 而这个合资格的人 一般常规性 他也是需要每天去检查 确保临时支架是安全稳固 以及去签一些法定的表格 另外他也是要按我们公司的要求 去施工前的安全交底会议 每天开工前的安全培训 以及一些专项的安全培训 好,接着 陈授训练的人 即是金属棚架的工友 也是常规性 在每一个建筑公司 包括我们公司 都是要有一个书面的委任 去核实他们的资格经验的要求 他的资格也是曾接受金属棚架的工作训练 也是完成相等于有关 刚才我提到的合资格的人 举办正式的一个金属棚架的工作训练 因为其实现在香港建造学院 也都是有一些金属棚架的课程 是给一些想入行的工友去报读 从而他可以达到一个中级工人的级别 包括我举个例子 包括有一个26日的金属棚架的证书课程 这个就是给一些想入行的人士去报读 从而他读完这个课程 就是满足到这个证书课程的考核要求 如果他可以通过中级工人的测试 他就拿到一个中级牌 或者我们也多看一些资料 原来香港建造学院也有一个精读班 就是有一个读七十个小时 也是给一些想入行的人去报读 属于一个金属棚架 一个中工级别的基础训练的精读课程 这些都是包括我们公司和行业 都是一个认可的培训 另外刚才也说了包括第二点 他是在香港建造学院举办的 一个金属棚架的中级工艺测试 那里是拿到一个合格的成绩 也具备最早有一年的金属棚架训练课程 包括他在正式训练的时候拿到的 这个经验 另外金属棚架工的注册熟年半熟年 熟年临时或者半熟年临时 这里今时今日就没有了 因为建造议会应该在2019年的7月1号开始 其实已经是不接受一个熟年临时 以及半熟年临时的注册 所以我想这里就直接说了 一些金属棚架工的注册熟年半熟年 寄工的工人也都可以认作为一个陈寿训练的人 这里跟大家一起温温输语 这个陈寿训练的人 金属棚架工的职责 当然他是一个合资格的人的直接监管下 在地盘那里去搭架 扩建更改拆射的金属棚架 也都是需要严格遵守我们公司编制的 一个特建临时支架的安全守则 右手边的章 这里我就不特别在这里讲了 另外他也是需要按我们公司要求 在施工前要出席一个安全的交底会议 在每日开工前要在现场那里做一个安全的 一个开工前的培训 就是一个pre-work的save-de-beaving 还有他要出席我们公司地盘安排的 一个专项的安全培训 接着就讲到分判商的负责人 他是分判商委任地盘是对施工 和安全进行的一个监督人员 他的职责都是他要 刚才也讲过的 他要对一个合资格的人 陈寿训练的人的资格和工作经验 他要去做一个核实 他要参与施工方案 风险评估报告和安全施工程序的制定 他要进行每日的检查 监督合资格的人和陈寿训练的人 是严格按照方案 风险评估报告安全施工程序施工 要确保陈寿训练的人是按照安全施工程序的要求 去配搭合适的安全防护装备 另外他要出席一些开工前的加低会议 安全的培训等等 好了 这里就和大家讲讲 讲到这里了 真是讲讲 在搭架的时候 我们公司所制定的一个安全施工的程序 我们以一个步骤的形式去很却要地和大家去解说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说一些文件东西 这里我就轻轻拉过了 待会也会讲一些比较操作方面的要求 包括一些一系列的人士 地盘总管 那个temporal coordinator 我们的合资格的督导员 合资格的人 安全主任分判商负责人 去共同制定施工方案 风险评估报告和安全施工程序 这个方案刚才都讲了 包括一些陈寿训练的人 它在一个搭架过程之中 扣安全带的系稳点 安全带的系稳密的计算数 那盘数都要包括在施工方案里面 另外第二个步骤 在开工前进行一个安全交底会议 这里稍后也讲了一点点 每天开工前要进行安全培训 维封工作区域 检查个人的防护装备 包括我们公司要求 所有工人要穿一个双购的全身式安全带 这些工作在开工前要确保 另外我们模拟搭架工序 第一个步骤三 就是按照批日的图则 在地面搭建第一层的通架 像这个公仔和这个照片那样 然后完成搭建第一层的通架 工友也是踩着地面 就是安装上落梯 以及在地面铺设第一层的架的顶密桥板 大家好像看图色纸了 接着工友就会在一个合规格的功夫椅 梯台或者工作台 去安装环通在第二层的通架上面 作为搭建上一层的通架去扣安全带的用途 刚才也说过这条通架是被工友搭架时扣安全带的用途 有时候的灵活性就未必只是扣通的 有机会我们会提供一些伸缩带给他们扣安全带 在第二层的通架 在第二层上搭建第二层的通架 像照片和公仔那样 接着工友会扣安全带在第二层的环通 或者其他系统物上面去铺设在一个架和架之间的位置 去铺设安全网的通架之间的位置 接着工友就上到第三层的通架 扣安全带 扣在第二层的环通 或者其他系统物上面 去安装一个上楼梯 和搭第三层的通架 这个步骤如小类推 就去搭建最顶层 工友在最顶层 扣安全带在环通 或者其他系统物 包括伸缩带 去铺设安全网 在通架之间的空缺位置 防夺安全网安装的位置 就是第一层 和楼面对落的一层 另外当通架搭到楼面的位置 工友就在楼面的边缘位置 去安装稳固的围栏 接着 确保密桥板 防夺安全网楼边围栏 安装完成 工友扣安全带 在系统物 例如一些伸缩的环境 接着就进行钉楼面板的工作 钉完楼面板 接着就要确保楼边 安装了稳固围栏的围栏 以及通架底部的通道是畅通 所以这个安全施工程序 很撕耀地就用一些照片 和示意图 给大家去看看 我们冒求的目的 就是希望可以 陈寿训练的人 在这个搭架过程中 是要连续性的防夺保护 另外其他一些重点 就是地盆经理 在我们公司作为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他要负责 去确保下面的工程经理 总管 去落实我们公司的分区责任制 确保每一个搭建 或者拆射臨时支架工序 要按照我们的安全施工程序进行 做好施工前的安全交底 每天开工前的安全培训工作 我们正式开工前的交底会议 会有什么讨论呢 包括有CP 有工友 有分判商 去通过一次 施工方案 风险评估报告 安全施工程序 是不是真的可以实际可行 最重要是分判商和工友是做得到的 我们要重复确保 另外 分工安排 监督人员的监察要求 他要站在哪里监察 监察些什么 有没有表格 或者是一些checklist 他需要填 以及要做好相片的记录 另外 分判商的负责人 再要确实一次 参与工序的合资格的人 以及陈寿训练的人 是哪些人 他的工作经验和资格要求 地盘一定要确保 做那些人 就是那些人 所以我们在每天开工前 那个安全币 其实分区管工就要查这件事 有时可能A工友他不在 接着 监察负责人就拉了B工友进来 原来B工友是没有培训的 什么都没有 这件事我们就要在开工前要查查 安全培训安排 开工时刻对工友资料 刚才说了 另外每天开工之前要做B工 另外其他施工上的协调安排 包括当日在施工现场周边 有没有其他的作业 要搞清楚 避免有一个交叉罪的情况出现 以及有些紧急应免的措施 比如一些极端天气的情况之下 那个工作的安排是怎样 另外我们公司也有些规矩的 就是如果是搭拆一些大型 或者特别的形式的盆架 那我们公司也有一个 另外一个公为公序的安全管理指引 包括就是一些施工前的安排 必需要在一个月之前要准备好 包括一些文件上的工作 以及参与施工前交底会议 我们公司安全部的人员 以及工程部门的人员都会参与的 以及参与在过程上的监管 好了 最后了 其他安全要点 包括分区责任人 就是管工 要在开工前做好培训工作 刚才也说了 亦都是分区责任人和安全主任 这是我们公司要求的 每天最少要对施工位置 进行不少于四次的巡查 以及要拍照记录 以及要在他们地盘的有关群组里去汇报 另外 摆放物料在临时支架之前 刚才也说了 临时支架筒筹园员要检查 以及签发一个支架负载的许可证 才能确认到 就是查过了现场的架 以及原先的文件是对的 才可以透过签这个 Permit to load 才容许可以摆放其他的物料 在支架上面 当然了 其他工程包括火柱 它也都是有特定的表格的 或者政府工程部门 也都是有其他的表格的 可能有些QCE或者ICE的人员 在合约上要求他们去做这些查询的 我们公司也都是做好 我们自身in-house的要求之外 也都会同时去做其他房屋处 政府公务工程 或者其他业主的合约要求 我的分享就这么多 我 很 很 好